13号即将开始的违解封遭到民众批评是矛盾 而对此专家分析说 指挥中心的做法是以拖待变 因为就怕高压的管制 如果没有适当的松绑 民众会关不住 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黄立民分析了 这回违解封松绑比较保守 显示指挥中心没有把握 疫情会持续的往下走 而台大公卫专家也认为 疫情警戒想在7月26号降到二级 可能性应该不大 三级警戒确定延长 但部分场所可以违解封 却被批评实在太矛盾 各县市地方政府对于违解封指引人感觉怕怕的 特别是对餐厅开放内用态度保守 专家分析重要的做法是以拖待变 虽然疫情还在持续 但部分民众显然已经关不住 如果没有适当松绑 恐怕会一巴不可收拾 市场为解决水的汤城 可能还存在现场的社区感染者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可以解封 为了民生经济不得不做这种权益的措施 你拖待变 开放的这个尺度来讲我觉得是算是合理 因为最重要是一个餐厅 那么餐厅其实能够拿来做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试经 台湾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认为 这次松绑措施大致保守 也显示指挥中心没把握疫情会持续往下走 26号看似警戒有机会降级 但不需要追求清零 还有专家认为威胁风虽然要小冒风险 更重要的是要趁这两周找出社区中的黑数 还要拼到疫苗含概率20% 三级警戒才会比较有机会降级 但也有工卫学者没有这么乐观 维持三级警戒的两个重要因素 一个是口罩一个又是室内群聚 因为二级警戒出门的时候 他不一定要全程戴口罩 我们要降到二级 以目前来讲在全世界流行上面 我认为可能限制不高 除了口罩限制群聚人数依然重要之外 又医生点出又是民众一方面吵着解封 又不打疫苗 就怕病毒不会等我们疫苗打好才爆发群聚 我要把疫苗含概率拉高才有底气 面对一步步疫情 最后我们的视野体报道